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彼得前书第五章一至四节 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显现之荣耀的 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 按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 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侠制所托付你们的 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 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官,感谢神的话 大家好,很高兴又来到北京教会 刚才王老先生的见证,表示他们两夫妇都能够爱神,爱人,彼此相爱 非常好 今天我有一点伤风,所以穿的衣服比较多,大家比较见怪 今天我跟大家讲的题目是办事与得人 我们发现在历史上,曾经有不少的人呢,他放弃了本行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 其中一个就是孙中山,他本来是个医生,他放弃了做医生,然后去推翻满清的政府 还有鲁迅也是,他本来是读医科的,后来他成为一个作家,文学家等等 也是他看到中国的苦难,他要唤醒中国的人民 那么这里讲到一个人叫西门,我们知道他后来叫彼得 他们并不是不喜欢本行,西门他本来是打鱼的,他后来又跟从耶稣做了耶稣的门徒,做了一个传道人 他们很可能很喜欢他们的本行,西门可能很喜欢打鱼 我自己以前做过很多工作,但是我基本上是个老师,我是个英语德语的老师 到现在我也很喜欢做老师的,我发现一个人讲英语讲的有错啊,发音有错啊,我就忍不住,我要纠正他一下 但是我会很有礼貌的,我不会硬来的啊,那就是我也很喜欢我的本行 那为什么我改行去做传道呢,有一个原因的 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后来做的事,与他们本来做的事,到底有什么分别呢 其实说穿了一句话,就是办事与得人的分别 以前他们是办事的,后来他们却得人 我们今天问一个人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说你干什么的,你做什么的 我们就强调那个办事 我们很少去说你为什么人工作 我们很少问这个问题的 那么这个主耶稣呢,现在他呼召这个西门不是去办事 而是去得人 这个西门呢,他不是第一次遇见耶稣,他之前呢,遇见过耶稣的 起码有两次,其中一次耶稣医治了他的岳母 好了,我们进来看看这个西门他跟从耶稣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首先我们看第一步,第一步呢,我们发现耶稣是主动呼召他的 跟耶稣的主动对照的是西门的被动 西门他是比较被动的,为什么说他被动呢 第一到第二节那里说 他说耶稣站在哥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他的道 他看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 这个西门他也是打鱼的人 他离开船去洗网了 就是他没有在那里听耶稣讲道 为什么他要洗网呢 因为他们打了鱼之后,那个网啊,会有很多海草 还有些死的鱼,一定要洗网了 虽然这个西门现在有机会去听耶稣讲道 他也放弃了 那么我们发现这个西门之前,曾就有一次与耶稣相遇的 那是第四章,我们今天读的是第五章啊 三十八到三十九节 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 西门的岳母害热病慎重 有人为他求耶稣,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 热就退了,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 这个西门看见耶稣 医治他的岳母 你发现他在那个时候 他并没有一个回应要跟从耶稣 要进一步的听他讲道 这里我们发现 神迹本身并不能叫人真正的信耶稣 你会看见一些神迹 神迹本身不能叫人跟从耶稣的 好了,我们看看现在这个时刻是怎么样了 现在这个时刻在五章的三到四节了 有一只船是西门的 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 稍微离岸,就坐下 从船上教训众人 讲完了对西门说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 耶稣在那里讲道,在海边 那是人拥挤他 有一个群众的力量 越站越往前 耶稣要越站越往后 那很困难的 所以他发现有一只船 就是西门的 他就上了这个船 他说西门你过来 你不要再希望 你过来 你把这个船稍微撑开 耶稣就站在船上 向群众讲道 一方面呢 这是个自然的讲台 群众不能再到前面来了 对声音效果也比较好 你想 耶稣在船上讲道的时候 就是西门在哪里 你认为他在哪里 他应该还在船上 是不是 他没有理由把船撑开了 然后他自己跳到水里面去游游游游回去 他还在船上了 换句话讲 耶稣有一点勉强他在那里听到 耶稣讲得到他就听见了 你可以说他现在是无可奈何的在那里听到 虽然他心里面 并不大愿意 并且呢 耶稣讲完了之后呢 就对他说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 耶稣在没有说 你再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因为他整夜已经打了整夜的鱼都打不到 耶稣好像不知道 就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好像不知道人家已经工作了一个晚上 打不到鱼那样子的 现在这个时刻他还是有点不愿意的 好 我们再进一步看看第二个步骤 就是西门的态度 这个西门呢 他起初的态度是怎么样呢 在第五节 夫子 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出什么 但依从你的话 我就下网 就是说 他是有点不愿意的 甚至有点埋怨的 不虽然不太明显 他的意思就是说 夫子 那夫子是什么是老师的意思 哎 你是干老师那行的 你是讲课的啊 我是打鱼的 我是干这行的啊 打 关于打鱼的是 难道我不比你更懂吗 你懂什么 你要我开往水深之处 在打鱼啊 但是为了尊重他 我就好了 我试一次给你看看 你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没有鱼的啊 他是这个意思啊 他的起初的态度 但是他听了耶稣之后 我们发现结果怎么样了 听命的结果 第六节到第七节 他们下了网 就圈住许多鱼 网显示 先 裂开 便招呼他 那只船 就是另外一只船 叫那只船 的同伴上来帮助 他们就把鱼装满了两只船 甚至船要沉下去 甚至还没有机会要沉下去 就是网了很多很多的鱼 这个就是他听命的结果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西门的反应了 他有什么反应呢 第八节 西门比特看见这个福福在耶稣 西前说 主啊 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他的反应很奇怪 他并没有说 哎呀 真好啊 哎呀 耶稣 你老师啊 你真的帮了我一个大忙 哎 以后多点来这边啊 以后有问题 我们再来找你啊 有了你 我的生意就有了保障了啊 他不是这个反应 他的反应是什么呢 是认罪 他主要离开我 啊 啊 因为我是个罪人 请问他犯了什么罪呀 啊 当一个人承认自己是罪人的时候 他一般都想到某一件罪的 他不是很笼统的 请问他犯了什么罪呀 我告诉大家 他起码犯了一个 啊 啊 忽略耶稣的罪 轻视耶稣的罪 他不愿意听到 他在那里洗网 他不愿意 啊 再去啊 下网 打鱼 因为他认为耶稣不 不懂 他不重视耶稣 所以他承认自己的罪 他轻视耶稣了 其实 假如我们不经过认罪这一关呢 我们没有真正相信耶稣了 你只是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那个不够的 你相信他从死里复活 那是不够的 你必须要经过认罪这一关 你没有认过罪 你还不是真正的基督徒 你只是相信有神有耶稣 耶稣做了这事 那是不足够的 必须要经过认罪这一关 啊 啊 好 然后我们看看西门的转变了 啊 他然后就有个带来个转变 他的转变呢 一开始呢 他是有一个惊讶 这个是惊讶的第一步 第九到十节 他和一切同在的人 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 他的同伴 啊 西比泰的儿子 雅各约翰 也是这样 大家都惊讶了 这指 这种惊讶只是个开始 其实呢 啊 理论上啊 这个西门 他以前呢 你可以想象 人生总有一些惊讶的 我告诉你 你信了耶稣之后 你才有真正的惊讶 啊 为什么呢 我好像在这里讲过 曾经有一位妈妈 带了他三个小的儿女 到一个佛教的寺 Springway那里 要去正式的皈依佛教 那个和尚 面见他的时候 他说我们 我要跟三个儿子 儿女正式的皈依佛教 这个和尚怎么说呢 你自己一个人皈依佛教就行了 你不要 叫儿女也皈依佛教 他觉得很奇怪 那怎么样 你把三个儿女 带到基督教的教会去的 啊 他很惊讶 佛教的 和尚这样说 那为什么呢 基督教的儿童工作 做的比我们佛教成功的多 这个和尚 挺有知识的吧 挺有眼光的 其实是 你拿基督教 跟任何一个宗教 比我们的儿童工作 是做的比较成功的多的 我问大家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做小孩子的工作 他说少不了惊讶 你没有惊讶 是不行的 英文叫 surprise 你讲儿童故事 一定要有惊讶 佛教 有很多本的佛经 你看不完的 基督教 只有一本圣经 但是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圣经故事 我小孩子的时候 我还没有相信耶稣 有一个传道人 拉着手风琴 来到我们的村子那里 就是每次的来讲圣经故事 哇神创造天地万物 哎呀有一条蛇 又来引诱亚当夏娃 哎呀我们很惊讶的 哎呀又洪水啊毁灭世界 哎呀挪亚全家有得救了 哎呀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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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知悦拿在这个大鱼的肚子里面 活了三天 哎呀很很惊奇啊 哎呀童女玛利亚生了耶稣啊 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呢 每一次哦很惊讶的 你做小孩子工作 你不给他惊讶是不行的 你假如看过佛经里面的 所谓儿童故事啊都是说教的 小孩子就啊 哈哈哈哈就这样子啊 就好像恐龙让梨啊 把这个大的梨让给哥哥们 不要一个小的啊 小孩子就啊是啊是啊 没有惊讶的 真正人的事情 当然也可以给你一些惊奇 但是那种可预料性是非常高的 因为都是人的事情 但是来自神的事情呢 就真正叫你惊讶了啊 这样子的想不到啊 哎明明打不到鱼了 再来一次就打到那么多的鱼 所以他们的非常的惊讶 因为这是神迹 神迹本身才能够叫你 有真正的惊讶 自从你信了耶稣之后 我相信你也经历过很多次的惊讶 是你想不到的 是神带领你 最近我们搬了家了 我们搬到一个退休村里面 很多人没有听过退休村的 以为是老人院 不是老人院 是退休村 你拥有这个小房子的 大房子变小房子 我们非常的惊讶 为什么呢 退休村里面每一个房子 前边有一个车位的 但是唯有我还有少数的 我们的房子就有个车库的 哎我们去都很惊讶 我们有个车库 有个车库是不同的嘛 车库里面还可以放东西的嘛 还有很多其他的 叫我们惊讶的事情 因为这个是神的带领 你相信了耶稣之后 你会有很多很多的惊讶 很多的本来看了 看来是祸 后来变成一个福 很多很多的惊讶 神有很多奇妙的带领 啊 那么你发现了 然后呢 他们呢 除了惊讶之外 他们有一种惧怕在那里 因为耶稣对他们说 或者耶稣对西门说 不要怕 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 这个西门为什么怕呢 因为他发现他得罪了耶稣 他轻看了耶稣 但是耶稣说 不要怕 不过呢 这种这种怕 其实是健康的 又怎么样呢 当一个人 他做错了一件事情 他应该是怕的 我们应该怕官 应该怕警察 你不能看见一个警察 你摸摸他的头 嘿嘿嘿 你不能这样子的 你看见一个官 一个警察 一个老师 你应该有一种敬畏 一种惧怕在哪里的 特别是我们做错了事情 还天不怕 地不怕 那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 那这个彼得呢 这个西门呢 他现在怕 因为他知道得罪了耶稣 但是他不知道一件事情 耶稣说不要怕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是个赦免我们的耶稣 我们得罪了他 我们承认他会赦免我们的 所以耶稣说不要怕 我曾经在年轻的时候 我二十几岁 我以前在香港 我是教德语的 大家知道什么叫歌德学院吗 有很多人不知道 你知道什么是孔子学院吗 中国政府在全世界设立的 在墨尔本也有孔子学院 要推广中国文化 要教中文的 任何一个大国都会这样做的 法国有法国文化中心 在全世界 德国英国都有他们的文化中心 在全世界 中国那个叫孔子学院 德国那个叫歌德学院 歌德 是德国最大的 最有名的文学家 就好像英国的沙士比亚那样子 我以前在香港的歌德学院 教德语的 但是我是个年轻的小伙子 还没有结婚 二十几岁啊 那晚上我没有事做呢 我就到家附近的一个 青年会那里去学土风舞 跳舞的啊 那么有个老师 比我大一点点嘛 他在那里教我们 那我穿的很随便啊 啊就是穿了一条牛仔裤 这样的去跳舞了 那我们歌德学院 报名的时候呢 就登报纸 然后又哇 几千人来报名的 那我们就穿这个西装 在那里管理 就是报名的事情 哎 忽然之后发现 我的跳舞的老师来了 我一看见他 我说你好啊 他说哎 你很面熟啊 你是谁 他问我是谁 我说哎 你不知道吗 我就是晚上跟你学 土风舞的那一位 他一听见 他吓了一跳 哎呀 他说 幸亏我没有对你不客气 因为在他的眼光啊 德语老师是高等过一个 跳舞老师的 他就可能他以前太轻视我了 他不知道我是谁啊 对我来说呢 我没有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们是平等的 你是跳舞老师也好 什么老师也好 我们都是一样的 我没有这种阶级的观念啊 那他就吓了一跳 不过呢 他这种怕的有点问题 他说 幸亏我没有对你不礼貌 那么就是说他可以对我不礼貌 不幸亏也没有 那么他要反省一下了 不过他这种反省 也是一件好事啊 好了 那么耶稣说不要怕 这个西门这种怕呢 基本上是一种健康的怕 不能够做出了事情 也不怕 那是不对的 但是耶稣呢 就以后呢 就呼召他说 你以后要去得人了 为主耶稣的缘故去得人了 耶稣对西门说 不要怕 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 他们就把两只船拢了岸 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啊 那么这里啊 耶稣就呼召他要去得人 不是在去办事了 不是在去打鱼 打鱼是办事 得人就不同 得人以人为对象的 我以前有一个年轻人 他我带他信耶稣的 他也叫伟光 他跟我不同性 他也叫伟光 他信了耶稣不久 他都对我说 孙姆斯 我以前只看到一件事的价值 现在我看见一个人的价值 我说好最上好 他看见人的价值了 其实每一个基督徒啊 都应该看到人的价值 你看这个西门 他刚刚不是捕了很多鱼吗 他现在为什么就把那只鱼都放下了 跟着耶稣呢 为什么那么笨呢 有一个原因 为什么他要放下 我最近看一本书啊 我发现有个人 我很佩服的 他的名字叫范爱氏 这个人啊 范爱氏 他本来这个名字是 当官的那个氏 很喜欢当官 后来他信了耶稣 做了传道人 他变成爱侍奉 爱服侍 范爱氏是谁吗 谁呢 你们听过范爱氏吗 有人听过的心理举手 他现在还在中国 是中国的一个牧师 一百零二岁 他曾经在反右运动的时候 被打成右派 二十二年不能够再做牧师 并且要劳改 受了很多的苦 但是呢 他八十六岁才退休 因为神呢 给他补回了二十二年 他到八十六岁才退休 今天他还在 今天他还很健康 我看了他一本书 我非常的佩服他 为人很诚实 很谦卑 很有爱心 他的英语很好的 他以前在没有解放之前 他已经在英语学校 在宁波的英语学校里面念书的 他可以翻译的 所以英语非常好 他的身体非常的健康 虽然他受了很多的苦 身体非常健康 那么他常常到教会去的时候 街上有一个女工是打扫卫生的 常常问他的 范老 你的身体那么健康 你有什么秘诀啊 他就笑笑的不回答 那么这个女工问了他很多次 有一次呢 这个女工又问他 你有什么秘诀啊 他一方面问 一方面呢 就跟旁边另外一个女工说 人家信教的 是不在乎的 他自己问了 他自己回答了 范埃斯就在那本书里面想 他回答的呢 的确是范埃斯牧师 他是不在乎的 不在乎什么呢 不在乎名 不在乎利 不在乎德 不在乎施 最重要的 不在乎权 这个东西非常厉害 权是很多人 放不下的 不在乎权 还有呢 他不在乎健康 当然 我们不能够乱吃东西 我们不能够超时工作 就是不休息不行 但是呢 我发现很多人呢 就是太在乎他的健康了 常常研究 喝什么茶 可以降血压 什么什么不要吃 免得有血压高 什么什么都致癌呢 我认为那些东西都有道理 但是当我们过分的注意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反而健康不好 为什么呢 我认识好几个人 好几个人呢 包括基督徒啊 他得到癌症 他们问他 为什么我会得到这个病呢 我不是已经很小心了吗 毛泽东讲 毛泽东讲回一句话很有道理 他说任何的矛盾 都有个外因还有个内因 那个内因才是重要的 那个外因不是最重要的 健康也是 你太注重这外面的东西 吃什么不吃什么 那些东西 那是只是外因 有他的道理 那最重要还是内因 圣经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我们要相信圣经 这个是内因 你的心里面往往不平安 你往往太注重自己的健康 太在乎的时候 你给自己很多的压力 我告诉你 当你给自己很大的压力的时候 你的健康不会好了 因为你的免疫能力会降低的 那么这个就是他的秘诀 人家是不在乎的 连健康也不要太在乎 那这样子的时候 你就会比较轻松 你就比较喜乐 但是不是他什么都不在乎呢 也不是他在乎神的事情 他要在乎人 怎么样救人 怎么样帮助人 怎么安慰人 所以现在他要 这个西门要去得人了 他现在不是不是什么都不在乎 他不在乎那些鱼 他在乎人 他要去为主得人了 那我们最后呢 我们必须要再重新看一看 一件事的价值 与人的价值 是不是说一件事就没有价值呢 也不是 我们做基督徒也要把神的事办好的 也要把你公司里面的事 单位里面的事办好的 家里面的事也要办好的 在旧约圣经 这个 出埃及第三十五章三十节那里说 当时以色列人还在 还还在这个旷野啊 摩西对以色列人说 犹大支派中 霍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 烟花已经提差了名召他 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 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 能做各样的工之办事啊 能想出巧工 用金银铜制造各物 又能磕宝石可以 啊 香浅 啊 能雕刻木头 能做各样的巧工 因为他们要造一个账目 就做一个临时的圣殿 要有些 那有些人就说 去招待人啊 接触人啊 那不是我的恩赐 我很怕人的 人很麻烦的 我情愿就是在这里煮饭啊 搞音响啊 扫地啊 对不对呢 好像对 但是不完全对 因为你最后还是要去得人的 你尽管你是个技术的人 最后你还要教导人的 所以这句话很有意思 当你这个工作做得很好的时候 最后你要教导别人去做这个工作 你一教导别人呢 你就要接触人了 你就要懂人性了 假如不是话 你教不好了 呃 大家 不知道 呃 换句话讲啊 什么叫得人呢 得人其实就是得人心 得人就是得人心 啊 你不得人心呢 你很难教导别人的 别人是不服你的 在足球呃 里边有一个球王 叫马拉当拿 听过吗 他矮矮的阿根廷人 啊 马拉当拿 啊 马拉当拿 阿根廷人 他今年已经五十几岁了 啊 他是个球王 他打球打得非常好 他很想做阿根廷国家队的教练 但是没有人请他做 为什么呢 这个人是放荡不羁的 他的行为不好的 他没有好榜样 他酗酒的 他吸毒的 他撒谎的 他生活非常的败坏的 谁请他做教练的 你这样子没有资格做教练的 因为你不懂的 不懂人 不懂人性 你不能够去教人的 你的你的技术非常好 但是不能教人的 教练一定要 懂得人性的 知道什么 要跟球员相处的 啊 所以最后 你不能够光是做一些技术的工作 你最后还是要去得人的 这种得人的的的的的的个性 要要要越早越好 越好来来去培养了 啊 我们可以这样说 假如你要得财 你就要动脑筋了 假如你要得事 你就要完全数 但是假如要得人呢 没有别的方法 就是要靠榜样 没有榜样 没有不能得人的 无论你是得你的妻子的心 得你的儿女的心 得你的同事的心 得你的同事的心 你都是要去靠榜样的 所以刚才我们读的彼得前书 这个彼得就是这个西门 后来他写了彼得前书 他是一个牧师 他就劝勉其他的牧师 他说 勿秧勿秧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 按照神的旨意 召唤他们 不是出于勉强 乃是出于甘心 不是因为贪财 乃是出于乐意 也不是挟制 啊 这个这两个字很有意思 挟制就是控制 控制啊 乃是所托付你们的 乃是做群羊的榜样 你要得人心呢 你必须要有好的榜样 在家里得儿女的心 你必须要有好的榜样 你得妻子丈夫的心 你必须要有好的榜样 在同事当中 你必须要有好的榜样 你才能够得人 你想传福音给别人 不是靠你的嘴巴来说 你必须要有好的榜样 你才能够感染别人 去相信耶稣的 好 所以我最后给大家一个呼吁 就是 请求你 为了主的缘故去得人 你可以继续做你的工作 你不需要改行 但是你要知道 人的价值高过事的价值 你透过你的工作 你要去关心人 透过你的工作 你要去得人 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 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你让我们今天透过你的儿子耶稣 对西门彼得的呼召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尽管有它的价值 但是远远赶不上一个人的价值 今天你呼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都在我们的单位当中 在我们的家庭 邻居当中 我们 在同学当中 我们都要去为你去得人 求你帮助我们 无论我们的天分 我们的恩赐 我们的背景怎么样 求你帮助我们 在人面前有好的榜样 以致我们 可以用我们的榜样 用我们的信心去感染其他人 都来相信你 为你多多的得人 感谢主 也求你自己亲自的鼓励我们 塑造我们 使我们不断的 增强我们得人 得人心的能力 我们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